這是水球,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過一些聽起來很溫和 但實際的意思是可以是很惡讀的廣東話詞 大家是不是不夠厚呢? 所以今天來繼續跟大家說更加多 嗯...一開始想跟大家說的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最近某間快飾... 什麼叫快飾? 最近某間美飾的快餐廳呢? 快餐廳? 最近某間美飾的快餐店啊! 為什麼我說的都...說不定? 最近有一間美飾的快餐店推出某個餐 就會送某個明星的卡片 都看到很多人為之瘋狂 為了那張卡而去吃那個餐 那張卡我們俗稱為閃卡 普遍說的閃卡就是我們由官方或者其他一些 正當的渠道可以合法買到的一些卡片 但是呢...另外一個隱藏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不雅的照片或者一些人照呢?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 問問問我有哪個的閃卡呢?想不想要? 有機會是說一些不可以公開 即是被人偷偷地放出來的一些卡片 或者相片 喂!閃卡而已喔!很嚴重嗎? 呃...有一次真的不是很嚴重 沒關係!其實我也是剛好想起 想跟大家分享而已 OKOK!第二個真的來了! 離譜這兩個字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通常是指什麼? 通常就直接指那個人做事是... 不對啦!不跟規矩啦! 脫離正常的範圍 很過份啦!是不是? 但是呢... 原來最初的離譜呢 就不是單單指這件事的 那個譜?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是什麼譜呢? 啊?食譜? 噢?樂譜? 啊?你慢慢都猜不到 原來是說著族譜喔! 因為我們以前呢 其實是好著重自己的根在哪裡 我們以前是族譜或是家譜 是會寫清楚 究竟我們的每一代西西代代是哪個繼承 所謂的離譜就顧名思義了 就不在族譜裡面了 脫離了族譜了 那是一件對於以前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來的 因為找不回根源 罵人大家都知道 經常說 嗯?你媽媽啦! 對不對? 但是那些人很厲害的 不僅是你媽媽的 是嗯?你祖宗十八代 就是你整個族炒氣 現在通族的說法就是 都是指那些人做事是不跟規矩 就沒有剛才說脫離族譜那麼嚴重 而離譜也有引申到一個新的詞 會叫離譜的 其實我發現原來這個字 好像更流行一些 尤其是不在香港 因為我看到有對小朋友吵架的時候 是用到離譜的一個編花詞 結果直接不用離譜 是用 我不住你一個 你有一個波爪嗎? 你有一個波爪嗎? 哈哈哈哈 太厲害了 是他們這句說話 是HIT回來香港 令到 多了香港人知道 而離譜的那個爪是指哪個爪呢? 就是指那個空爪 即是說他們那個乳房和那個bra 就不貼了 然後就離開 看到有個隙隙在這裡 就形容這個狀態叫離譜 但是其實呢 現在說人家做事 或者說話很離譜 或者很離譜 或者離譜 離譜 離譜 其實意思 都不是這些方面的東西 都不關那個bra 都不關那個俗譜 都不關那個俗譜 純粹原來那個人做事不便 只是說我 便事不力 辦事不力 好 去到第三組詞語 麻痣 麻痣可能這幾年 是少了人用的 但是其實他的熱門程度 是不雅於離譜的 麻痣通常是指一個男人 行為比較粗皮 說的話大大聲 也可能沒什麼營養 比較不守秩序 比較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麻痣通常都會說 他身體上的特性 都是比較髒 所以大家通常聽到 都不是聽麻痣兩個字 而是說麻痣老的 就是那個人 有剛才說的特性 但是其實以前用麻痣兩個字 是一個非常之嚴重 非常之惡毒的一個詛咒 麻是指披麻大校的麻 就是以前的人做白事 都會在披麻以手效 但是麻痣 是說一個狀態 說你把那個麻衣脫開 因為以前的人著重傳統 麻衣一脫 就脫幾天不脫 也不會洗澡 所以一脫開那一刻 味道很厲害 而且身上也很髒 麻痣本身就是形容那個狀態 所以以前說對方 是一個麻痣老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其實就是在在鎖咒他的親人 會過身 再加上 也說到他很淪落 有這麼久風流 有這麼久折舵那種 好到第四個 在講之前令我想起中文的詞 真的很有趣 兩個字交換位 或者三個字 撈亂擺 這意思竟然是沒有變的 例如唱通 和通唱 兩個字的意思 有沒有不同 唱通通 還是通唱通 代替 和替代 代替 和替代 黃金 和金黃 黃金黃 和金黃黃 和金黃 有什麼好鬥 睡到嗎 或者甚至乎是 死讀書 讀書死 結果都是一樣 大家會看到這些字 擺放不同 但意思是沒有不同 最多是不同的詞性 而這次要講的這個詞 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果頭近 因為最近我聽到有個朋友 用錯這個字 他本來想說 他自己去開果頭 就說是近果頭的 但他就說了 果頭近 那就當場被人笑 他說錯字 他自己後來才知道 果頭近和近果頭 是不同意思的 你說近果頭 就是近那個位置 近那個方向 但果頭近 的果頭是為什麼呢 原來是解 黃泉路 奈河橋 黃泉河 三世城 就是什麼地方呢 我相信大家 照聽明白 剛才任何一個字 都知道 對啦 就是人離開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罵對方 你都那頭近的了 就是罵他 就來死 都是跟剛才那個 那個男的 都是一樣 都是一種助詐來的 希望對方有個 不好的下場 剛才那幾句字 聽上是不是都很猛 除了閃卡 其實真實的意思 或者背後意思 都沒什麼特別 其他那些 是不是都是 原來你們沒想過 是這麼嚴重的指控 是不是呢 也是那句 大家有沒有聽過 什麼很有趣的 廣東話詞語 好像剛才那些例子 或者你覺得原來 聽上來可能很嚴重 原來又 實際意思 又其實不太嚴重 都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 聽完 學到東西 活到了 學到了 有這種感覺 再見 對 我看到留言很多人說 仆街兩個字 其實呢 我之前 在某一集 這個 呃 情感的禁區裡面 都有提過的 不過那集 本身沒什麼人看 所以如果我看到彩蛋 就更加少了 我這集又特意放在彩蛋 是因為 我覺得仆街兩個字 本身一點都不合我 但是其實 她的意思是更加過分的 因為仆街本身是扭著死字的 現在現階段 那些人不當是粗口 其實很陰毒 仆街本身很陰毒 我不知道你才不知道 OK 我現在才知道 你知道仆街為什麼嗎 真的不知道 仆街是指那個人 躺在這裡死 沒有人理他 是嗎 其實很毒牌 原本是這樣 現在只是覺得是跌倒在地上 對 我以為是一個動作 那集我是有講過 但那集沒什麼人看 所以 希望多些人知道 在這集 雖然仆街嚴介說 不算粗口 但是 無論跟誰說 都是神用 就算原本的意思 和現在通常通用的意思 都是不好的東西